同学妹 现在开始上课 这几个是托普学的导论课 主要的内容呢 是结合托普学的起源 谈一谈托普学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更具体的说呢 就是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他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说托普学是几何学的一个分支 而且呢 是与欧式几何不同的几何学分支 欧式空间呢 我们在高等代数里边已经学过 那么欧式几何呢 是欧式空间上的几何学 像我们中学里边呢 学的拼面几何 实际上就是二维 欧式空间上的几何学 立体几何呢 就是三维 欧式空间上的几何学 托普学的研究对象呢 是比我们 拼面欧式几何里边的图形呢 更广泛更一般的几何图形 在托普学里边呢 我们把它称为托普空间 托普学的中心任务呢 是研究几何图形 一类特殊的性质 也就是 所谓的托普性质 那么这类性质呢 与我们在欧式几何当中研究的 倉度 角度 面积 是不同的 为了对托普学的研究对象 和它的研究内容呢 有一个更适合的了解 现在呢 我们首先 来看一看 平面欧式几何的研究对象 与内容 平面欧式几何的研究对象呢 主要是 由支线和圆构成的图形 像这个三角形 四边形 还有多边形 以及圆 都属于这一类的图形 那么平面欧式几何研究的内容 主要是 现在的长度 两线相交的时候 那么它的角度 还有封闭图形的面积 以及呢 图形的传等 在这个平面欧式几何里边呢 两个图形传等的定义呢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图形A 与图形B 传等呢 也就是说 图形A 经过拼移 或者经过旋转 或者经过对策呢 它能够与图形B 然后它重合 这就是两图形的传等 另外呢 我们还注意到 现在的长度 经过拼移 旋转 或者是对称以后 那么如果下段AB 变成A撇B撇的话 那么AB的长度和 A撇B撇的长度呢 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相等的长度呢 经过拼移变化 旋转变化 或者是对称变化呢 它保持不变 同样呢 两年之下相交的时候 它的脚脚 脚度的大小 经过拼移 旋转 或对称变化呢 它也是保持不变的 类似的呢 封闭图形的面积 经过拼移旋转 对称变化呢 也是保持不变的 我们在这个高等大夫里边呢 介绍过什么叫 邓交变化 实际上呢 我们说拼移旋转 对称呢 就是邓交变化 它那都是保持长度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对拼移偶式几何的研究内容呢 做一个总结 有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 偶式几何 或者说 拼移偶式几何 是研究通行 在定交变化下的 不变性 和不变量 这是我们对这个拼移偶式几何呢 研究对象 与内容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会议 那么为了对这个 托普学研究的内容 或者说它的这个中心任务呢 我们做一个了解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 或者说 从谈谈托普学的起源开始 那么来认识一下 托普学的更新任务 这呢 有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一笔话问题 第二个例子呢 是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这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例子呢 就是四次问题 下面呢 我们首先呢 从这个一笔话问题呢 谈起 什么是一笔话问题呢 那就是说 平面上 由曲线段 构成的一个图形 能不能一笔画出 使得在每条线段上呢 不重复 或者说呢 就是平面上 有一个曲线段构成的图形 如果我这个笔呢 从图形上的某一点开始 这个笔不能离开纸 这么一直画下去 而且呢 走的路线呢 不重复 如果能把它画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把它叫做 能够一笔画成 否则呢 叫做 不能够一笔画成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由日 和中 这两个字呢 我们如果把它看成 平面上的图形的话 我们看看 它能不能够一笔画出 如果呢 我从日 这个图形 左侧 在一点开始 沿着这么一条路线 画下去 我们会发现 它能够一笔画成 那么 然后我们再看 中 如果 我从这开始画 然后 向下 向右 向下 再往这边 这样过来 最后呢 我们发现 它也能够 一笔画成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填 这个字 构成的这个图形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可以试一试 看看填这个字呢 把它看成一个图形的话 能不能 一笔画出来 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木这个字 是吧 也可以试一试 能不能一笔画出来 这个呢 看上去啊 此乎是不行 视频上呢 我们说 将来呢 我们也可以 证明 它确实 不能够一笔画出来 那么日和中 能够一笔画出来 那么 填和木呢 不能够一笔画出来 那么究竟这个 到底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 我们给一个理论上解释 现在呢 我们 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日子形呢 经过一个 变形 啊 变成这种形状 或者是变成这种形状 那变的过程当中呢 我可以把这个日子呢 看成是由这个橡皮筋所做成的 然后呢 经过一个贪心的变形 这个日子呢 就变成了这个形状 变成这个形状以后呢 当然 它原来有一些支线段 现在变成了曲线段 是吧 原来你这个线段的长度 到这呢 也进行了改变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图形呢 照样啊 能够一笔画出来 是吧 比如说 我们 那叫这条路线 可以看到 它能一笔画出来 同样呢 这个图形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从这出发 沿着这条路线过来 再这样过来 它还是能够一笔画出来 也就是说什么呢 日子能够一笔画 那么 把日子呢 进行了一个变形 它是一种弹性的变形 看成是由橡皮做的 把它经过一个弹性的变形 变成的图形呢 也能够一笔画出来 那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田子的啊 这个弹性变形 也就是说 把田子呢 看成是由橡皮筋 所做成的 然后呢 经过一个弹性变形 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 好像也不能用 一笔画把它画出来 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我们发现 就是如果一个一笔画 能够 如果一个图形 能够一笔画 把它画出来 那么 经过变形变形以后呢 这个图形 仍然能够一笔画 反过来 经过变形变形以后 这个图形能够一笔画 原来这个呢 能够一笔画 所以贪心变形呢 不改变啊 它的这种 能不能一笔画的这种性质 那么这个日字形能够 一笔画出来 田字形呢 不能够一笔画出来 那么它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我们这个历史上呢 这个大树学家 欧拉呢 对这样一个问题啊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和认定的考察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欧拉的结论 它是怎么想的 欧拉的考察 这个一笔画图形的时候呢 他发现了 这个一笔画图形的 结构的特征 反正没有一笔画 画成的图形 他说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每当你用笔画一条线 进入中间的一个点时 也就是不是起点和终点 那么你 他必须画一条线 离开这个点 否则的话呢 整个图形就不可能 一笔画出 这一点呢 也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我这个笔呢 沿着这个一条路线再画 它当中呢 画到了某个点 相当于从这个路线进来 如果你要那一笔画成的话呢 必须还是从这个点出去 这样的话呢 有进去的路线 必然有出来的路线 所以呢 就是除了中点与七点以外呢 那么中间走过的这些点 应该与 偶数条线段相连 或者说偶数条路线相连 那么如果七点和中点 这个时候 七点和中点是同一点了 那么这个点呢 也应该与偶数条线相连 当这个七点与中点不重合的时候呢 那么七点与中点呢 都是与 基数条线段相连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能够一笔画的这个图形呢 一个特征给它导出来 假如在这一个图形里边呢 一个点与偶数条线相连 我们把它叫做偶点 一个点呢 如果从基数条线相连 我们把它叫做基点 那么能够一笔画成的这个图形呢 我们可以用基点和偶点 来叙述它的特征 通过刚才呢 我们的分析 我们发现 七点与中点不重合的时候 那么当中的点 必须都是偶点 七点和中点呢 是基点 这个时候呢 有两个基点 七点和中点通合的时候呢 川普的点呢 都是偶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一笔画的一个图形呢 总结出它的一个特点了 那就是说 如果一个图形能够一笔画 它的基数 基净点的个数 也就是与这个点 有基数条线线相连的 这个点的个数 或者是零 或者是二 其他的情况呢 都不可能一笔画 这就是欧拉的结论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一笔画问题的这个特点 这个几核问题的特点 那么我们说呢 这样一个问题 与三段的长短 曲直是没有关系的 与 现在和现在的焦点的本确的方位 以及面积和体力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在这个一笔画这个图形里边 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图形中点和线 它们是怎么样相互连接的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的这个相关位置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一个图形如果能够一笔画 经过了一个贪心的变形 那么它那点线之间的这种相关的位置 或者说相互连接的情况是不改变的 好 这就是呢 一笔画问题的这个几核问题的一个特点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例子 这是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哥尼斯堡呢 是位于 波罗帝海东岸 一座古利尔梅里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附近呢 有一条河 它的两条支流 在这里会合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图形 就是这个图形 那么这是河的一条支流 这也是河的一条支流 它们到这会合 会合了以后呢 然后穿过主城区 穿过主城区 然后到这会合 又流入了大海 当中呢 就形成了一个岛 形成了一个岛 当然人们为了生活的方便呢 把这个岛和这边这个陆地呢 建了两座桥 有两座桥相连 这个岛呢 与这边这个陆地 也建了两座桥 把它连起来 另外呢 这个岛与这块陆地 也有一座桥相连 岛与这块陆地和岛与这块陆地 有一座桥相连 岛与这边这块陆地 也有一座桥相连 总共呢 是七座桥 啊 七座桥 那么住在这个哥尼斯堡城的居民呢 他们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散步 有一天呢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从某一点出发 能不能不重复的 一次走遍这个七座桥 就是不能重复 而且呢 要把这个七座桥都走遍 这就是什么呢 哥尼斯堡 其他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呢 似乎是不难 啊 那么谁都乐意呢 来走一走啊 来测试一下 看看自己的智力 如何 可是呢 很长时间啊 谁也没有找到 一条这样的路线 这年以博学著成的大学教授们 也是赶到一筹莫展 因此这个七座桥呢 当时就难住了 这个哥尼斯堡的 这个所有的居民 这个哥尼斯堡藤呢 也因这个七座桥 而出了名 后来呢 这个哥尼斯堡七座问题呢 引起了大叔回家 欧拉的兴趣 他也在思考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当然呢 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会想 所以说你这个 现在是七座桥 是吧 是有限座桥 那么不重复的 要走边每一座桥 他的走法呢 从理论上讲 应该是有限这种走法 事实上呢 我们说 他有多少种走法呢 有五千零 四十种走法 那么假如我们这个 一天要是去试一次 去走一次 把这个五千零四十种走法呢 都要试一遍的话呢 得需要十三年多的时间 是吧 这个时间呢 太长了 这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促使这个数学家欧拉呢 他要想这个更巧妙的办法 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这个答案是行 还是否 实际上呢 我们说欧拉呢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解决了这个七座问题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欧拉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两岸的陆地呢 与河中的小岛 都是桥梁的连接点 那么一个人能不能 一次走遍的七座桥 跟这个陆地的大小 形状都没有关系 另外呢 这七座桥呢 是连接陆地 连接 两个陆地的路线 那么他原来是提了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啊 有没有 那么与这个桥的这个 长短 对吧 和它是直啊弯啊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桥呢 用一条曲线段呢 来表示 如果这样表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图形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 A呢 代表这个岛 C呢 代表这个陆地 B呢 代表这块陆地 D呢 代表这块陆地 这样的话呢 那么 A和C之间 对着桥 我们用 一条曲线段来表示 那么A和C之间 对着桥 我们用 对一条曲线段来表示 其他的 也是一样 分别用曲线段来表示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由这个曲线段和C之间 构成的图形 啊 构成的图形 那么欧纳经过深入的思考呢 他发现 原来提出的这个问题 能不能解决 和 得到的这个图形 抽象出来的这个图形 能不能一笔画 啊 是等价的 如果原来这个问题 有答案啊 那就是能找到一种走法 那么 这个图形就能一笔画 反过来 这个图形要是能一笔画 那么原来这个问题 就有答案 所以呢 欧拉就把这样一个几何问题呢 转化成了一个数学模型 从而呢 从这个数学上啊 再来 分析这个问题 有没有解 有没有解 当然呢 代表这个图形 能不能一笔画出来 那么我们在前面 立一里边 我们已经找到了 一个图形式一笔画的必要条件 那就是他的 基点点的个数 啊 或者说基点的个数 只能是零或者是二 除了再两种情况呢 那么 其他的这个图形 都不能一笔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形 有几个基点点 那么A 这是一 二 三 四 五 啊 A这个点呢 有五条线材跟它相连 这是一个基点点 B这个点点呢 有三条线材跟它相连 也是基点点 C呢 也是有三条线材跟它相连 是基点点 那么 B呢 也是基点点 这样呢 在这个图形里边呢 A B C D呢 四个都是基点点 根据我们签计啊 B 我们这个一笔画图形的 这个结构的特征呢 那么 这个图形不能够一笔画出 从而呢 对原来这个几何问题呢 给出了一个 否定的答案 是吧 就这样呢 那么欧拉将这个七条问题啊 投降成了一个一笔画的问题 啊 从而呢 呃 否定了原来提出了这个 问题的解答 啊 这样的一种走法呢 是不存在的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 下面呢 我们挥过头来 再对这个七条问题呢 进行一下反思 啊 那么七条问题呢 涉及的这个 是一个几何问题 但是呢 它说啊 是一个 我们以前 欧式几何学历 没有研究过的几何问题 在以前的几何学历呢 我们不论怎样移动图形 那么它的大小和形状 都是不变的 啊 在欧式几何理 我们移动图形呢 是实际上是经过了这个对称 是吧 或者是拼一 或者是栓转 啊 或者是经过正教变化 是吧 那么图形的大小和形状 都是不变的 而欧拉在解决七条问题的时候呢 它是把陆地变成了点 桥梁变成了线 而且这个图形当中 这个线段的长短 曲直 是吧 这个交点的准确方位 以及面的体积 都于这个几何问题 或者说 这个长短曲直 这个交点的准确方位 面积体积的那些概念呢 在我们这个几何问题里边啊 没有什么意义 对因为如此呢 你把这个七条问题呢 画成一个图形的时候 那么可以有 很多种啊 类似的画法 是吧 有时候你可能把这个桥画成直线 也许我把它画成曲线 但是呢 这都不影响这个问题的解决 所以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这个图当中呢 什么都可以变 唯独什么不能变呢 唯独点线之间的这种相关位置呢 或者说他们点线相互联系的情况不能变 这个是这个问题的这个关键 那么我们发现呢 就是七条问题里边啊 涉及到这种图形的几何性质 和我们这个立一里边 这个一笔画图形里边 涉及到的这个图形的几何性质呢 是费事的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呢 是四座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法呢 是这样的 说我们在这个拼件上呢 画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我们坦章是把相邻的两个国家 要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 是吧 如果你要用相同的颜色标出来呢 它的这个边界线呢 就这个分界线就不明朗了 就不好区分这两个国家 所以坦章是把相邻的两个国家 用不相同的颜色呢 给它标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四座问题呢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只用四种颜色 能不能在拼件上画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把所有相邻的国家 用不同的颜色给它标出来 能不能做得到 这就是四座问题 当然这个四座问题呢 我们也会发现 你比如说这个两国 它的交界这个边界 你是把它画成弯的 还是把它画成直的 是吧 把它画的长一点 或者把它画的短一点 对这个四座问题呢 影响都不大 或者说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四座问题呢 我们说在这样一个图形里边 是吧 有这个边界的交点 还有这个边界啊 这种曲线构成的这个图形里边 那么只有点和线是怎么样相连接的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是重要的 其他的呢 像这个 这种交界是画成弯的 还是直的 长一点短一点 这个就无关 这是四座问题的一个特点 所以这三个 刚才我们这三个例子里边 涉及到的这个几何问题呢 我们说 显示了几何图形的一类 新的几何性质 那么这类性质呢 与几何图形的大小 形状 以及所含线段的曲直等等 都无关 而且这种几何性质呢 它不能用 欧式几何的方法来处理 它那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是在经过一个 弹性变形 或者说经过一个 橡皮变形 在这种变形之下呢 这个图形的这些性质保持不变 这是他们一个公共的特点 为了研究图形的这种性质呢 那么就产生了 新的几何学 欧纳呢 把它承知为位置几何学 人们呢 通俗的也把它叫做这个橡皮几何学 为什么把它叫做橡皮几何学呢 是因为我这个图形 经过一个橡皮变形 或者是经过一个贪性变形 那么这些图形的几何性质 它保持不变 后来呢 那么这样一个数学分支 就被正式命名为脱补学 所以这就是脱补学的来源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脱补学的中心任务 是什么 前面呢 我们讲过了这个 平面偶事几何 平面偶事几何 它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平面偶事几何呢 用一句话来说 那么它是研究 图形 在正教变化下的 不变性和不变量 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相当我们来看 脱补学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呢 脱补学是研究 更一般的图形 在贪性变性下的 不变性和不变量 当然这个不变性和不变量的例子呢 在我们前面举的 那三个例子里边都有 在这个里边呢 更一般的图形是指 比我们在欧世纪和里边研究的同学 研究的图形 更寡凡 更一般 是吧 因为这个贪性变形呢 我们也需要来分析一下 这个贪性变形它的特点 我们说呢 贪性变形 你说一个图形 我把它看成这个 由这个橡皮做的 把它一拉 变成了另外一个图形 同时呢 我还可以把它塑回去 塑回去 是吧 经过深 塑 这两个图形呢 能够互变 这样的话呢 那么 就显现出了 贪性变形 它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 可复原 就是这个图形A 经过一个贪性变形 变成图形B 那么B呢 又能复加到A 另外一个呢 贪性变形的第二个特点 啊 就是把相近的点 能够变成相近的点 你对贪性变形 直观上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是吧 如果两个点在这个图形上离得比较近 经过了一个弹性的变形 经过了一个散皮的变形 那么这两个点 仍然会离得比较近 啊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好 既然呢 我们拓步学的任务啊 是研究图形在弹性变形下的不变性和不变量 那么我们呢 就需要呢 把这个图形 以及这个弹性变形呢 从这个数学上给它一个严格的描述 是吧 所以这样呢 我们才能把它这个 用数学的方法啊 进行处理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拓步学里边啊 涉及到的这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从数学上呢 怎么样把它严格的表述出来 从而从这个数学的角度呢 给你这个形成的研究 拓步学里边研究的这个对象呢 是一般的图形 那么这个一般的图形呢 我们在数学上可以用 集合来表达 所谓集合呢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啊 某些元素构成的一个传体 这就叫集合 所以一般的图形呢 可以用集合 这个数学概念来表达 另外呢 变形 我们说可以用数学里边的 影射这个概念来表达 为什么呢 因为 一个图形 经过了一个变形 变成另外一个图形 实际上啊 我们说 是确定了 这个图形上的一个点 是吧 到另外图形上的一个点的对应 或者说确定了一个影射 啊 因此呢 图形的变形啊 我们可以用影射 来表达 这个变形的概念 另外呢 我们看看弹性变形 在数学里边 怎么来表示 弹性变形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有这个可恢复性 是吧 我们刚才 讲过了这个 这个变形变形的两个特点 它有可恢复性 也就是说 你一个图形 啊 经过一个变形变形 变成了 另外一个图形 那么 这个图形还可以逆回来 啊 把它削回来 变成这个原来这个图形 所以呢 变形变形呢 我们可以用可逆影射 或者异影射 来表示 是吧 你可以印过去 也可以印回来 啊 所以它正好呢 可以用这个异形式来表达 那么呢 那么 那么变形变形呢 我们知道 它把相近的点 变成这个相近的点 啊 那么相近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数学里边 怎么来表达呢 在托普学里边呢 我们是移入 离遇 或者是开离 这样的概念呢 来表达相近的概念 当然在这个数学分析里边呢 咱们同学们 也遇到过离遇的概念 是吧 考察一个汉数连续的时候 是吧 一个点的离遇 那就是认为 离这个点比较近的点 啊 这就是离遇的概念 那么相近变相近呢 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用数学里边 影视的连续来表达 是吧 一个探心的变形 啊 是一个一一的影射 一个一一的影射来表达 那么相近的点 变成相近的点 那么 就是啊 这个 这个影射的连续性 我们这个数学分析里边呢 我们也对这个 连续函数的性质 已经很熟悉了 是吧 数学分析里边的这个 函数的连续性 实际上表达的 就是把相近的点 变成相近的点 这样一个概念 在托普学里边呢 我们仍然是啊 用连续来表达 这样一个概念 再一个呢 我们在这个几何学里边 还要研究图形的参等 图形的参等 在这个托普学里边呢 我们用通培这样一个概念 所谓通培呢 就是一个一一影射 它本身是连续的 它的一影射呢 也是连续的 这就叫一个通培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一个图形 经过了一个参性变形 变成另外一个图形 那么这个图形还可以变回来 那么这两个图形呢 我认为它是传等的 那么这两个图形之间 经过这个参性变形 这个参性变形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通培 所以呢 图形的传等 我们在托普学里边呢 用通培来表达 当然了 我们这个托普学里边呢 这图形任务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要研究 这个图形在贪性变形之下的 不变性和不变量 那么这个不变性呢 有很多很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点击托普里边呢 我们主要介绍这么几种 比较重要的不变性 第一个呢 就是连同性 第二个呢 是可属性 第三个呢 是分离性 另外呢 我们还有紧致性 等等 主要呢 就是在几种不变性 我们把这个图形 变形 贪性变形 相近 以及图形的传等和不变性 这些个 这些个概念呢 都用数学的手法 给它严格的描述的话 那么将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数学的方法 来系统的研究这些集合图形的性质 也就是要找这些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 还有包括这种各种这个不变性和这个不变量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点击托普的这个任务 当然呢 这个点击托普 他的这个萌芽阶段呢 我们可以说 呃 是在这个十八世纪初 随着这个 托普学的这个发展呢 他的研究内容呢 越来越丰富 那么托普学的近代发展 我们说大概呢 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方向 一个呢 就是点击托普学 这就是我们啊 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点击托普学的特点呢 就是说 我把这个图形呢 作为点的集合 从点击的角度啊 来加以研究 这就形成了点击托普学 当然呢 我们在中学里边 大家呢 呃研究过这个平面几何 是吧 这个平面几何 他的研究手法呢 和我们这个点击托普 这个有类似的地方 研究平面几何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呃 各种图形 是吧 看成这个点的击合 然后呢 从春几何的手法去研究它 啊 但是呢 随着这个图形呢 在这个平面上这个图形 越来越复杂的话呢 如果你还要用春几何的手法 去研究的话呢 这个就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到了高中阶段呢 我们学了平面解析几何 把这个 有曲线段构成的这种图形 我们通过引入作标系 把这个点 从数对 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 一个几何问题 就转化成了代数问题 从而呢 我们能借助代数的办法 来研究几何图形 我们说类似的呢 在这个拓部学里边 也一样 那么如果我们在研究这个 拓部学里边 这个几何图形的时候 我们借助于代数的手法来研究 那么它形成的这个方向呢 就叫做 代数拓部学 代数拓部学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大学一年级呢 也学过了这个 数学分析 是吧 这个微分 积分 这些个概念 和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学分析里边 微分的这种方法 用于研究几何图形 那就形成了微分拓部学 形成了微分拓部学 另外呢 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拓部学里边 研究的对象 拿出一部分来 比较特殊的 对一类特殊的呢 可能用几何的手法 也还可以研究 那么我们又可以 根据他这个研究的对象 和他研究的手法 结合到一起 那么研究 这一类的问题呢 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方向 它叫做这个几何图部学 所以典类特殊学 道士特殊学 微分特殊学和解构特殊学 是根据他的研究的对象 和研究的方法不同 而形成的这个不同的方向 这就是这个特殊学 近代的发展的情况 好 今天呢 我们这个内容就讲这么多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个思考题 摄西呢 代表拼面上的圆周 点A呢 位于约州的内部 那么点A位于约州的内部 这样一个性质 我们问 是否在贪性变形下 保持不变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呢 希望这个同学们 和后呢 进行认定的思考 好 今天呢 我们就 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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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他们 出席 说 感谢观看